2018,金融危机十周年纪,作者徐晓年徐晓年鉴于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性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应甚之又甚,特别要注意避免货币和信贷超发,防止将货币政策当作调节经济方向盘十年前,一个只有6000多亿美元资产的投资银行倒闭,竟然触发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几乎摧毁了总资产2000多万亿美元的投资银行。 美国金融体系从各国政要、华尔基老手到经济学家和白领中产,无不目瞪口呆,人们不约而同的惊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或从天降掌握着货币供应的美联储市金融市场的天涛天的货水正是来自美联储危机的源头要追溯到2000年,那年美国的科技泡沫破灭,紧接着于此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 基事件担心美国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美联储紧急减息将利率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图一,并一直保持到2005年。 低利率环境中形成了美国战后最大的房地产泡沫,2005开始的急促加息刺破泡沫,引发金融喊笑。 美联储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 和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一样,资金闭时就需涌进了资产市场,由于股市刚刚遭受科技股,暴跌的重创房地产就成为不二的选择投资者偏好房地产。 因为股市低迷造成融资困难,科技创新暂时退潮缺乏新的增长点,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不能达到预期。 另一方面房地产供应短期具有高性,资金进入带来房价的上涨,立刻就可看到资产增值,在不断上涨的房价和低利率的诱惑下。 美国家庭大借按揭,负债率直线上升,图二,按揭贷款余额对GDP的比率,从2001年的60%冲到2007年的100%以上的高峰。 资金推动房价暴涨收入,却无法跟上房价的节奏,结果房价收入比偏离了长期趋势,从2001年的3.6,增加到2008年的6倍左右。 图三,房地产市场上出现了明显的泡沫过去买一套房子,要用3.6年的工资收入,现在要耗费6年的收入工薪阶层,偿还按揭的负担加重。 为日后的债务违约和金融危机,埋下伏笔从图三可知,房价和实体经济中的工资存在一定的关系。 当收入无法支撑过高的房价时,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了房价收入比,应声而落。 三年之后重返历史平均线,2008年的大反转,是对金融和实体长期脱节的惩罚。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惩罚之手和肇事之手都是同一只。 当货币发行超过实体经济中财富的创造时通胀是必然的结果。 一时到通胀抬头美联储于20,05年开始加息动作之快,就像2001年减息一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17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以上这时的美国家庭长还按接贷款的月工负担增加了50%到100%不等。 对于几乎没有现金储蓄的美国月光,足家庭来说住美国家庭储蓄的主要形式是房产,养老计划及有加证券流动线较差,简直就是当头一棒。 很多家庭因此宣告破产来自实体经济的现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债务还本付息的现金流出用快计学的语言讲。 加息使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问题转化为现金流量的问题现金流枯竭之时,便是金融危机爆发之日家庭负债能力归根结底,是由实体经济中的收入决定的。 而收入又取决于效率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美联储利用低利率又导家庭增加负债,却不能相应提高他们的收入及偿还能力,因此增加,而不是降低了金融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图二,欧盟和美国的负债率对比资料。